今天我们学的第一个表达是什么什么职位的候选人 职位这个词上节课我们已经说了 如果你在一家公司工作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工作的名称 对吗 有的人叫助理assistant 有的人叫经理manager 那么助理和经理就是不同的职位 在一个公司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职位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我们公司想要聘请一位销售部经理 我们想聘请一位销售部经理 可是来了几个人呢 来了三个人 来了三个人 那么这三个人就是候选人 他们是什么候选人 他们是销售部经理这个职位的候选人 候选人candidate 下一个表达我们要说的是个人介绍 当你去面试的时候 当你去面试的时候通常都会听到有人说 请你做一个个人介绍 个人介绍是表示关于你的 你个人的 你的个人介绍 有时候你也会听到有人说 请你做一个自我介绍 就是关于你自己的自我介绍都是可以的 如果你在面试的时候被要求做一个个人介绍 都介绍什么呢 比如你可以介绍你叫什么名字 你多大年龄了 还有你现在是在上学还是已经工作了 你在哪家公司工作 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个人介绍 比如如果我做一个个人介绍的话 我会说我叫廖丹 我今年36岁 我是让天赋自由的创始人 我是让天赋自由的创始人 这是我的个人介绍 非常简短 除了做了个人介绍以外 面试的时候别人还会问到你的教育背景 什么是教育背景 教育就是education 背景 background 明白了吗 教育背景 那么你可以说一说 你曾经在哪些学校学习过 而且你学习的专业是什么 major 专业 你学习的专业是什么 教育背景 除了说教育背景 你还会被问到你的工作经历 工作大家知道 经历就是表示你经历过的事情 工作经历是表示 你曾经在哪些公司工作过 你的职位是什么 你的工作是什么呢 你的工作经历 说完了个人介绍教育背景 工作经历 有时候你还会被问到 你的优点是什么 你觉得你的优点是什么 我的优点 我觉得我是一个 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学习的人 我喜欢学习 而且也善于学习 上节课我们学了善于这个词 善于干什么 就是表示你可以做得又快又好的意思 善于 如果我说 我认为我是一个比较善于学习的人 说明我可以学得很快 可以学得很好 这是我的优点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优点 这只是一个例子 这只是一个例子 不一定是真的 缺点呢 再请你说说你有什么缺点 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 我有什么缺点呢 如果是问我的话 我就会说 我认为我的缺点是 我是一个比较容易紧张的人 我太想把一件事情做好 所以有的时候很容易让我自己紧张 所以很容易过度紧张 我太紧张了也会影响到我周围的人 比如影响到我的家人 影响到我的朋友 大家能够感觉到我在紧张 我认为这是我的问题 这是我的缺点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到的一些非常实用的中文表达 我们来一起梳理一遍 一起复习一遍 今天学习的第一个词汇是 嗯 什么人 后选人 后的意思就是等待 就好像后车厅 你看后车厅 waiting room 后选人 后是表示等待 选是表示 选是表示选择 等待被选择的人 后选人 candidate 什么什么职位的候选人 你在面试的时候要做个人介绍 个人介绍 关于你自己的个人介绍 还有什么呢 你还要说一说你的教育背景 教育背景 除了教育以外 当然还要说一说你的工作经历 工作经历 你都在哪些公司工作过 你的职位是什么 第五个呢 说一说你的优点 说一说你的优点 第六个 再说一说你的缺点是什么 不一说什么 我需要 不写